而台灣這一次的疫情 到底影響到了多少的人流呢 現在Google地圖 他們最新的統計曝光了 今年在上半年 全台外出的人潮是大幅減少 就以上圈來說 其實是減少了41% 但是其實減少最多的地方 竟然是公園 原來是因為很多長輩跟小孩 他們都減少了出門的次數 但現在也有早午餐的店家說 他們來客人數下滑了三成 業績受到很嚴重的打擊 但是基本的人事啊 店租都還是要付 所以現在是要壓苦城 吐司烤到兩面金黃 鋪上雞柳明太子醬 明太子雞柳 當然是這間位於行天宮附近 早午餐店的招牌菜色 不過這樣的美味也不敵疫情衝擊 業績一口氣掉了三成 以前是做居酒屋的 所以我們的餐點特色的話 就是會把以前居酒的醬料 那些東西來做結合 平日的話都是上班族 然後家的話就是會有一些觀光客 或是說情侶啊 會變得比較少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就是 有的會以外帶為主的方式 對啊 就變成說內用真的會減少蠻多的 店家想辦法拼自救 因為來電人數大大減少三成 從大數據來看更有感 前五月Google地圖分析曝光 發現全台外出人潮大幅減少 以捷運站來說 人潮就減少了46% 但以減少程度來說呢 這還只是第二名 而第一名在這裡 真的是跌破眼鏡 原來疫情之下 人數減少最多的竟然是公園 大幅減少56% 主要還是有很多長輩跟小朋友 減少出門次數 商圈人潮也大減41% 不少過去精華商圈光環都不在 房東紛紛調降租金 像是台北東區降兩成 台中逢甲也降兩成 因為說真的房租就算是一個 比較大的支出 如果說這個部分有補助的話 的確當然就是會幫我們 減輕負擔這樣子 補助了大概兩三成的話 其實說真的就是對我們來說也是個幫助 因為真的有的地方房租太貴 他們沒辦法 禁令不下去 但是房東可能都不太願意吧 還有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租金開銷大公股行庫也來幫忙 台銀土銀降租兩成到年底 以和庫來說去年平均 幫租客省下30萬元 不過僅限公股行庫不動產租客 對於一般店家來說 還真的只能咬牙撐下去 《東四談新聞》 陳昂宏林浩宇 台北報導 這一波的疫情因為走得非常的快 所以醫護人員是嚴重不足的 新北市的亞東醫院 最近他們開出了一個徵才公告 這條件竟然是已經確診過 而且已經打了三劑疫苗的康復者 這些是要來徵 他們要來去照顧確診者 而且上面說 其實不用有醫護背景 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有七千五百塊錢 很多網友就說 這待遇蠻不錯的 所以這公告一出來 馬上就額滿了 在專責病房內照顧確診者 沒有熱議 不過看在確診者嚴厲 也有其他擔憂 有他的一定的專業度跟風險存在 如果在中間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我們對於被照顧者的家屬 是很難交代的 這些工作對我來說是非常陌生的 所以雖然說有高額的薪水 但是還不足以會吸引到我 因為我根本不會做 我去了可能只會幫到忙而已 雖然薪資待遇還算不錯 但畢竟要貼身照護確診者 除了擔心能力不足 也怕會有二次感染風險 真材公告一出 雅東醫院也順利招募到七人 都有相關的照護經驗 最主要是說 我們要有全身的防護裝置 我們要戴三層的口罩 除了一般的婦女工作之外 因為他們多了很多其他不必要的工作 比如說餵食 犯尿膚的這些等等 這些雜事會吃掉他們的時間 所以感覺予有榮焉 相對是沒有像我們一般的護理跟醫療事務 這個部分需要那麼高的專業 可是他就是我們在生活照顧中非常重要的一塊 在現階段疫情高峰 醫護人力吃緊的情況下 只盼能有其他方式緩解庞大的照護壓力 這幾天的大雨是造成了中部瓜果菜園泡水 災情滿慘重的帶動了菜價的飆漲 像是四季豆漲得最兇 每公斤現在要破百元了 甚至苦瓜絲瓜這些都漲70多到50元 創下了今年的新高紀錄 很多人就說這個禮拜就是短五連假 現在蔬菜的需求量很大 所以餐飲店家還有消費者都說 快買不下手了 廚房裡切好的菜豆下鍋翻炒 原本餐盤上應該出現的是四季豆 但四季豆飆破百元大關 店家真的買不下手 四季豆這麼幾個 也不知道要怎麼買 不買了 買了還要錢 一口一口一口 不只四季豆還有苦瓜絲瓜 幾乎都是翻倍掌 每天都要出菜的自助餐店 老闆只能苦撐不敢漲 到傳統市場走一圈 菜價的確貴得離譜 打好一點 打好多多 香蕉瓜有時候下雨的話 就漲了兩杯 兩杯架 什麼都漲 漲喔 對啦 漲漲 弄不成了啦 弄不成了 少吃一點啦 還是以葉菜類為止 什麼葉菜類 哪一種 通心菜芥蘭 地瓜葉那一類比較多 漲了大概多少 大概有三成以上 還有消費者聽到一條絲瓜 就要30元 掉頭就走 不買了 三萬塊買 來 太多年了 太多了 受到這波梅雨影響 夏季盛產的瓜果豆類和蔬菜 水傷嚴重 加上太陽曝曬 災情慘上家產 菜價飆漲 其中以四季豆漲最兇 漲了一倍 每公斤漲到一百多 再來是苦瓜也超過七十元 苦瓜絲瓜漲到五十元 小黃瓜來到四五十元 創下今年最高 接近端午連價 菜價居高不下 果農菜農叫苦連天 餐飲店家也哀嚎 消費者只能選擇便宜一點的菜代替 但後續還可能有延遲性災損 要恢復以往的菜價 恐怕還得再等三到四個星期左右 東森新聞陳永毅 盧俊傑在彰化採訪報導 這是有一位黃先生 他帶著全家到高雄的 一大遊樂園去度假 投訴在園區的皇家酒店 但是他要洗澡的時候 才剛剛脫掉衣服 沒想到這浴室的玻璃 竟然整片爆裂 他就遭到的這碎玻璃 割傷了腳底 飯店就緊急幫他換房間 但是也表示說會再詳細去檢視 這個玻璃門碎成這樣的原因 高雄的一大遊樂園 是不少父母會選擇 親子同遊的地方 而一名34歲的黃先生 就帶著妻子和三個小孩 到一大遊樂園度假 同時入住一晚要價 4300元的皇家酒店 黃先生說他上完廁所 準備洗澡 進入淋浴間才剛脫下衣服 淋浴間的玻璃整片爆裂 他的雙腳被碎玻璃噴尖 腳底還被割傷 酒店有立刻為黃先生提供了藥水 爆炸傷口 同時換到隔壁房間 並送慰問禮盒 但是一家人已經被嚇到 不敢上廁所了 而且酒店的回應 也讓他心裡覺得不太舒服 而酒店方面在回應 第一時間對傷者又表達關心 同時最近才針對客房玻璃門進行檢查 爆裂的玻璃門並沒有門框歪斜的情況 酒店會再查明爆裂的原因 東森新聞SNG小組在高雄報導 28年前全台灣的房價是多少 您還記得嗎 最近有流傳了一張房價圖 這是1994年的房價 大家看了只能說 這些房價真的叫做揮不去了 因為一看以前這新北市的房價 全部都是一字頭 像是在板橋 三房 32坪的預售屋 總價竟然是600多萬 近期很熱的台中北屯 這總價不用500萬 過去的房價跟現在相比 簡直是翻了四倍之多 一張老照片訴說 台灣房價真的回不去了 1994年的房價表曝光 高雄市全區都是一字頭 對比如今房價足足翻了四倍 大台北更不用說了 房價就像變了新的前任 是回不去的 以大安區三房預售屋來說 過去每瓶只要四字頭 但現在每瓶均價都占上了160萬元 28年前的房價越看似越垂心肝 以32瓶三房來看 淡黃中的淡黃 信義中山大安區每瓶只要四字頭 現在沒有三位數 100萬元恐怕無法入手 而新北也很驚人 板橋竟然只要19萬元 總價608萬元 永和也不用千萬元 而台中近期很夯的北屯區 每瓶14萬元 總價不用500萬元 現在要用這錢買 簡直堪稱不可能的任務 但買房子不可能 我告訴你貴了一倍 三萬塊的話 有些 除非你要每個月五萬塊 或八萬塊那樣的薪資 才有辦法 才有機會買得到房子 就是有看一些物件這樣子 覺得跟通貨膨礁有關係吧 不過房價回不去也別感嘆 畢竟物價隨漲船高 更別提建造費用 以1994年來看 當時一瓶的營建成本 大約2萬元 但是現在早就是翻倍 再翻倍 逼近20萬元 再加上原物料成本 以及土地漲幅 都得列入計算 包含說像營建成本的上漲 因為以前可能早期 二三十年前 只要加強鑽造 頂多鋼筋混泥土 現在你要提高耐震係數 有的甚至要求鋼股結構 所以就是營建成本大漲 又缺工的種種的因素 又是一個長期低利率的一個環境 看著以前房價如今 妄柔心態 不過畢竟此一時比一時 時空背景早就不一樣 也只能多多努力了 董事台新聞 陳昂侯林浩宇 台北報導 股東會的旺季來了 每年這個時候 大家都去排隊 領這個股東會的紀念品 可是今年你看這個狀況 大排長龍 而且很多都是公告說 他們缺貨當中 像是開發金今年 這個非常紅的故宮丸 資深股民就說 他是第一次看到有缺貨 等了兩個禮拜都領不到 像是台尼 還有國際中項 因為他們的股東會紀念品 還卡在海上 現在就說要等到 八月底才能領到 明眾一個接著一個來 都是要換開發金 股東會紀念品 故宮花鳥才會晚 不料大缺貨 只能空手而回 沒有人到 我上禮拜來也沒有人到 打電話也打不通 很多機會都問不到 是今年有了 今年這樣是第一次嗎 今年這樣是第一次 一拿到就來換就換到了 你如果等了很多天就換不到 那時候有排隊嗎 排了一下下而已 不愧是資深股民先搶先贏 因為現在都是不定期進貨 數量跟時間都不確定 通常早上九點半 開始換不到中午 就會換個金光 而今年金融股都很搶手 像是台信金的草本抗俊造 也十分熱門 竟也領到缺貨 不過台信金表示 別擔心紀念品數量充足 也可以到分行來領取 不少股民都覺得相當可惜 因為紀念品一旦晚來了就領不到 更誇張的是還有紀念品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延後發放 像是台泥以及中巷 台泥和國際中巷的小股民 得耐著性子等一等 紅色的告示清楚明了 不管是電子投票還是純待發 兩者都得到8月底9月初 才有貨可以領 而延後發放的原因 竟也跟全球塞港有關係 因為海運還是貨櫃運輸的關係 所以退貨卡住了 所以它就延期延到之後 才可以再來領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 進貨量比往年還要少 因為去年疫情沒人領 不料今年領的人大排長龍 所以一下就領光光 甚至有不少人拿到網路上轉賣 以開發金的故宮碗來說 網路賣場一組要價750元 農林多工人電子鍋也只逼700元 市場上當然有很多的平台 當然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個價位的部分 你可能不能高於市價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紀念品 只是價格可能不能跟市場上的 贈品有同樣的價位 因為這樣子就會違反 公平交易的部分 疫情打亂股東會 也讓紀念品跟著缺貨 小股廟領得多一點運氣了 東四財政新聞 陳小航林浩宇 台北報導 最近原物料在暴漲 所以進口的羊毛光是一劑 竟然大漲了13% 現在老牌的手工西裝店 他們就趕快想盡辦法去找客員 透過的是科技的方式 就算你人沒有到現場去 他還是知道你的身形 可以降量尺寸 手工的西裝 一件竟然要封上10萬針 很多的大老闆都是他的客人 也因為他們是量身訂做 所以像是身形比較壯碩的網紅館長 也是找他做西裝 十塊網紅館長 上節目鬥得眾人哈哈大笑 神藍色西裝 動作再大也不怕爆開 桌球好手林雲露 征戰世界各地需要的正式服裝 手穿的西服 就是出自於這些超過35年歷史的 手工西服場 世界地圖也能穿在身上 小小20瓶空間 老師傅們一針一線 縫著價值上萬元的西裝外套 180道工序每套十幾萬針 泡不掉一條龍式製作 全都不假他人之手 也因為全靠人力 所以可以依照你的膚色體型 來客製化 不管是你想要顯好身材的西裝 還是充滿男友風格的西服 全部都能專屬訂製 就算拿到一套西服 得等上三到四個禮拜 也因為量身訂做 客群相當廣泛 一歲的客戶到一百歲 用儲存來服你的孫行 那你去買量產的西裝 是你的身材去符合那一件 但這兩年疫情大爆發 客人減少光是營收就銳減三成 加上進行成本不斷攀高 像是高級西裝需要的百分之百羊毛 導致遺季成本就高了百分之十三 除此之外 疫情讓空域成本漲了兩成 戰爭爆發 更讓貨物運輸要多等一倍的時間 成本上漲之下 為了增加客源 他們便透過科技 這個手機APP呢 只要人站在鏡頭前面 並且360度的旋轉 那就可以依照你的個人資訊 來進行掃描 最後呈現在這個APP上面 江山地模型運用在訂做衣服上 並且也運用大數據 整理出上萬筆 國人體型 客戶身材沒變的話 就能減少開模板的成本及時間 布料最新的這一季的數據庫之後呢 運用別的軟體之後 讓他拍 拍他的人像 去套進來 讓他知道成全身穿起來的樣子 適不適合 老一代的身後基礎 加上年輕人的新思維 每年創造2500萬營收 他們要讓全世界看見台灣的軟實力 東山來新聞彭德宇 副一文台北報導 上海紅橋火雀站旁 高架橋下一整排帳篷 好像露天露營區 這些都是想逃離上海的人 身不由己 就是倒過過了半個小時 然後沒辦法 那個我們老是 整個在這兒待一天 然後小睡又去不了 好 戴手機 沒辦法就相關於是個 出個小賓館 換個小賓館的錢 核酸陰性報告 遇時半個小時就無法進入車站 只好滯留站外 還有更多的是外地打工族 想逃回家 我們現在的話工作沒工作 對吧 被關了這麼久 對吧 又沒有地方住 那肯定是跟 去說6月1號能解封 就肯定是上海還要幹活嘛 我們工地上那幾十個人都走完了 老闆都走了 你說我們在哪幹什麼 誰在關怕了 一解封就想回老家 這讓許多上海企業 除了面臨缺工考驗 還要應付 復工復產的代價 很多中小企業 根本負擔不起 園區或者企業 不僅要安排車輛 點對點去接復工人員 還要定期進行核酸檢測 不少企業 確實無法滿足 復工條件 有一些公司 為了復工 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到外面 去租房車來 作為一個 緊負區 儘管上海官方宣布 單日最大採檢量能 可以達850萬只試管 可以滿足全市 復工復產的 裁檢需求 但還是有的社區 只進不出 員工出門上班 就無法回家 或是返家之後 還要居家隔離3到7天 各種狀況 讓復工沒有官方 說得那麼簡單順利 東森新聞大務中心 綜合報導 無視不聚首 一聚起一鬥 是外界看這場 中國文經濟會議的 第一職學 3月份 尤其是4月份以來 一些經濟指標明顯走低 困難在某些方面 和一定程度上 比2020年 疫情嚴重衝擊時還大 25日 總理李克強率軍 直通省市縣區超過10萬人 以實體和視訊與會 他身邊不乏政治局常委 和解放軍上將 這些國家級將領的現身 更讓這場會議 非比平常 穩經濟一攬子政策 5月底前都要出台 實施細則 國務院將對地方政策 落實和配套開展督查 如事事大會的動員 透露中國經濟 恐不只台面上 看到的下行規模 李克強近期 周周都有舊經濟的會議 23日也才宣布 六大方向 33項穩經濟措施 顯示 三四月的疫情 與清零政策 依讓中國全面熄火 當瑞士銀行預估 中國第二季 GDP只剩百分之1.4的成長時 統計局27日又公布 四月份製造業利潤 年間百分之二十二點四 其中衝擊最明顯的 就是佔中國GDP 百分之四的汽車製造業 央視親自走訪這家 未在重慶的汽車配件製造廠 但在觀察他們主力生產的汽車 引擎蓋等主體配件時 很快就發現 早已下定的鋼材原料 因疫情遲遲運不進來 下游廠商的組裝 連帶受到影響 內部只剩緊急採購 能減燃眉至此 但是緊急採購 對我們企業的資金 還是更有壓力的 因為緊急採購 一是它的採購成本 會比正常採購的成本 可能會高一點 第二個就是我們本身 已經付了2000多萬的貨款 再加上緊急採購這一筆的話 可能未來付出的款項會更多 花更多錢維持基本產量 企業苦撐多半希望維持交貨 換取現金流 但中國一再突襲式停工停產 衍生的問題就如蝴蝶效應 不斷擴大 一季度的回款比以往的回款 可能要減少很多 大約可能就只有以往的 68%的回款率 然後這個回款少了 然後我們如果採購成本 繼續增加的話 我們就肯定會存在一個 更大的一個資金缺口 上不給料下不給款 產量就顯得非常慘淡 4月份中國汽車產量同比下跌46.1% 銷量也幾乎腰斬 但更讓中國驚呆的是 4月份封城的魔都上海 一台車都沒賣出去 對比前三個月平均每月賣出 11.8萬輛的成績 已對GDP埋下明顯傷害 那時候車輛下不了高速公路 即便下了高速也要隔離齊田 嚴重影響了我們正常的生產和運營 企業對政府的防疫政策顯然是困擾多於安心 但隨著中國疫情慢慢穩定 吉林長春還有上海等長三交產業鏈 也在嚴格的防疫準則下 努力把少賺到的錢趕進度賺回來 上海萬高橋的汽車碼頭 新車一輛接著一輛開進大船貨倉 趕著交付海外訂單 業者全力賺外匯的同時 中國也在加快速度修補停擺已久的 各項產業動能 公共交通在稀稀落落的乘客中重新啟動 上海宣布22日起擴大復工復產 本週更鎖定拉抬民生消費 希望讓市場盡快回溫 目前重明重點監測的105家超市 已經全面的對外營業 民眾迫不及待想解封 成為社會面帶動經濟復古的動力 只是上海短時間仍然恢復昔日動能 全市目前的總用電量 僅恢復到去年同期的78% 被重點中小企業的人員返港 和產能利用率 一樣都還有兩層無效的真空 證明一個清零的堅持 對經濟的殺傷力 絕不是一聲令下說全面恢復就能沒事 而這位清零總舵手 在各地力拼復工復產的氛圍下 則公開出席 謀犯公安的表彰大會 顯示在最高領導人眼裡 疫情歸零的維穩工作 絕對是拼經濟的基本前提 而這樣的表述 也讓中國內部開始充滿懷疑 如今清零與舊經濟 是否讓洗禮兩人鬥爭 騎上檯面 外媒都在窺探這茶壺內的風暴 當中共二十大在籍 習近平抵著先前清零有成的傲氣 取下中國GDP 絕不能輸給美国的好語 未料近月來新冠病毒 再度化身陳咬金 讓中國的經濟與疫情雙雙失守 也引發黨內對習近平領導力的質疑 因此偉大中國的徵程 是習近平請出李克強 擔起經濟專業挽救聲勢 還是說中共內部的鬥爭 已在疫情助攻下 出現白熱化的發展 打好這一場人民戰爭 我們一定要樹立信心 一定會勝利 但這場人民戰爭消耗了經濟 也消耗了社會動能 在信心樹立之前 齊里兩人明顯的政策糾結 已讓無風不起浪的揣測 傳遍中國 當外部環境更嚴峻的此刻 中國內部的嫌隙 或許沒有更少 5月最後一個台股的交易日了 今天最後一盤很精彩 這叫做暴力狂拉 因為出現了今天逆轉 今天大盤是拉一個紅K棒 所以最終是大漲了197點 而且我們的前全職股台積電 其實今天最後一盤拉很兇 現在說收在560元 而且最重要的是突破了季線 很多人看季線 對於電子股來說 這叫做生命線 因為站上去就代表是轉多了嗎 今天台積電是大漲的 而且紅海其實也是創下了波段新高 這一波以來走勢非常的強 聯發科今天也站上了900元大關 是上漲超過3% 也一樣它是突破季線的走勢 所以現在6月可以期待了嗎 因為其實聯發科今天是舉行的股東會 而且在會議中就宣告說 他們要配發的股力創下了歷史新高 台港大售最新5G晶片 聯發科又有好消息 股東會通過今年每股要發73元 創歷年新高 也是上市櫃公司Top1 常態現金股力配發的80%到85% 並推出為期四年的特別現金 鼓勵計畫每年額外配發每股16元 除了鼓勵股民最關心的還是 半導體需求雜音 聯發科董作 蔡明介認為 全球數位化轉型 半導體長期還是看望 過去這半年來 這個獨立的直視 或者是經濟的變化也蠻大的 其實相當動態 這個需求消失也不會說是消失 有些是因為已經滿足了它需求之後 它會從下一步 而原先吃緊的代工產能也見舒緩 今年部分產品都有充足產能 聯發科只剩一些還在缺 全球半導體當然這個 雖然說有一些逆功了 不過長期的展望是樂觀的 聯發科的成長會高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平均成長率 不過通膨戰爭影響下 三星還是大砍 今年智慧型手機產量3000萬支到2.81支 比原先少10% 而美系外資最新調查 更曝光亞太科技股半導體庫存天數 低級已經來到了73天 這是高於過去三年平均 IC設計IDM庫存都是明顯暴增 晶圓還有後段封存也高於季節性水準 只剩電源管理IC 庫存水位人偏低處於健康狀態 IC設計公司跟整合原件製造商IDM 他們的庫存天數確實看起來比較高 到底是因為景氣趨緩造成的現象 還是因為去年業者重複下單 筆電手機消費型產品需求疲弱 反倒是電動車市場需求越燒越旺 也成了半導體業短期的最大支撐 東三財經新聞科黃明葉子晶台北報導 紅海今天股東會是開電動巴士來 載股民還有兩大彩蛋 第一是要投資電影 第二是有紅海版的衛星要飛上空 紅海股東會專屬2317路線電8 近戰囉 開會通知書就是乘車券 往年不參加的股民 為了一窺Model提真面目都特別出席 整廠超過百人報導 堪稱今年上市企業最熱鬧 從概念到產出原型車才短短一年 展現紅海速度更喊話 要當不缺料的車用EMS廠 目前電動巴越產能更達到20輛 同場預告下半年還會再推兩款新車 MH在國內的支持度是我比較不如意的 國內的很多企業們對紅海集團有點陌生 不了解 有些這個公司它就選擇不加入 那我心裡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說這些事情都是可能需要時間 但小顧民最在意的當然還是股價問題 我覺得應該大概三四百塊吧 因為台積電都有五百了 默默的努力的做 似乎有點對不起我們的股東 對不起我們的股價 紅海是很有能力的 否則為什麼營收一直增高 然後這個EPS一直增加 會一直增加呢 連劉董都為股價暴虛 因為多年來紅海都被戲稱是不動產股 股價非常牛 但股東會當天意圖運氣收113元 一舉創下8個月新高 野鎮計劃實施員工持股 至於今年配發現金股力5.2元 更創上市31年新高 朝著正向的發展 再加上我們下半年 會開始我們傳統的旺季 通常都會表現比上半年還要好 不過豪系還在後頭 股東會兩大彩蛋 在郭台銘創辦人14年前 喊話要砸白意拍白布電影 無疾而終後 紅海宣告要投資電影拍攝 主題是量子技術 還打入低軌衛星 最快明年就會看到一顆 紅海衛星飛在我們上空 東森能新聞紅朋友 周宇瑞新北報導 長榮航空今天的股東會上面說 航空業最壞情況已經過去了 而長榮集團的三哥張國鎮 今天也快閃現場 專家認為這是弟弟派在練兵 長榮兄弟爭一戰接著一戰來 老三張國鎮今年不只出馬 徵求了長榮航空的委託書 31號更是拿著委託書 親自到了現場 只不過完成報到後 就馬上離開 不只旋風快閃 長榮航今年補選一席董事 弟弟派也沒有提名 這番委託書操作 打得究竟是什麼算盤 應該是事前整個股東會 來做一個演練 包括徵求這個流程 以及進行的一些細節 原來這回快閃露面 還有30號長榮海股東會 反對減資案 弟弟派自在練兵 馬上在6月10號召開股東會 進行全面改選的長榮鋼 才是重頭戲 畢竟外資持股2.67% 是重要關鍵少數 但對外資投票意向 具有影響力的ISS 卻出具報告 力挺現任經營團隊 也就是大哥張國華派 會不會在外資的支持下 各個派又能夠順利的拿下長榮鋼鐵 所以變成明年長榮航的 這一個大戰 應該是要避其功於一億啊 經營權之爭撇一邊 看回航空夜景氣 長榮航看好最壞情況已過 航空貨運預計6月底恢復 過去五窮六絕 變成五追六感 全年依舊熱絡 客運市場也會復蘇 應該再下來 就是我們營收可以往上走 以目前上前四個月 我們已經恢復到2019 大概有30%的一個情況 我們預期在下半年 應該朝向60% 階級卡位 長榮航不只從7月開始 陸續重啟遠程航線 和增班計劃 新增航線米蘭慕尼黑 也預計在11月開航 而華航東北亞航線 和長城航線 6月起也開始大增班 不過長榮航也坦言 油價高漲 對航空業成本壓力山大 未來機票價格 至少會漲三成以上 民眾還是要有心理準備 東森財經新聞 科幌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